他这个拉杆箱呢 当时是放置在他那一节车厢 最后一排座位的后方 刘女士说 他的箱子是26寸的 因为体积大分量重 他就放在了后排 等列车到达终点站的时候 发现箱子不见了 箱子里一共有人民币现金 一万两千余元 还有欧元650元 一些女士的衣物啊化妆品 还有一些首饰 首饰的话 总价值也大概在 一万多元人民币左右 警方接警后 查看了高7615自列车 沿线车站的监控 然后锁定了一名男性乘客 在沥水站出帐口的时候 发现一名男性啊 男性旅客 推的箱子跟刘女士 所报称的丢失的箱子 非常的相似 发现该名男子 在上车的时候 是没有携带拉杆箱的 因此呢我们就锁定了 这个男子就是 这个男子董某啊 就是我们这个案件的嫌疑人 根据乘车信息查到 男子姓董 是在南京南站上的车 民警电话联系上董某 董某倒也爽快地承认了 后来 董某拖着行李箱 从里水坐车来到杭州 把行李箱交给了民警 南京到里水 然后呢 然后拿了一个箱子 就是这个箱子啊 对 董某告诉民警 他在里水打工 行李箱带回工地以后 他才发现箱子 有三个密码锁 因为打不开 就一直把行李箱塞在床下 因为宿舍里还有室友啊 什么的一起住在一起的 他也不好公然的 就是去撬这个箱子 直到他交黄箱子 都没有打开过这个箱子 目前 警方已经对董某 依法采取取保候审刑事强制措施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